一个电影的制作成本最低能到多少 这部电影告诉我们 仅仅只需要一条普通的楼梯 可几个不怎么专业的演员 就能拍摄出一部 在全球狂缆3.4亿美元票房的科幻悬疑家座 而它就是总成本不过200万美年的意外物件 话不多说 今天就带大家一起去看看这部电影 到底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影片开始在一条阴暗狭窄的走廊里 哥哥卡洛斯每天不务正夜 专门以小偷小摸为生 这天他又偷到了很多东西回家 但弟弟的神情却十分紧张 而且目光还不停看向房间的卧室 卡洛斯起初并没有在意 还告诉弟弟他这次又抢了很多钱 足够他们潇洒很长一段时间 然而就在这时 一名警察突然拿枪从卧室里走出来 本就懦弱的弟弟 想要让哥哥去警局自首 但强悍的哥哥却不打算坐以待遇 他趁机打开冰箱撞掉了警察的手枪 随后又按着警察暴打了一顿 紧接着两人打开后门跑进了楼道 警察这事好不容易缓过来 也急忙拿枪跟着追进了楼梯间 双方一前一后你追我赶 眼看两兄弟就要逃跑 警察对着楼下的两人就是一枪 子弹正好命中了哥哥的小童 不过这个警察明显就是一个刚入行的菜鸟 看见有人中枪他自己也被吓了一跳 然而就在这时 楼上突然传来一声剧烈的爆炸声 警察又被吓了一跳 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责任 现在都别废话 要不然再给你们一人一枪 哥哥现在只想被送去医院 急忙让弟弟按照警察说的去 于是两人只能束手就轻 这时警察突然从脖子里拿出了一搓头 这是整部电影中非常关键的一点 如果忽略了就会被扰乱时间线 接着三人顺着楼梯来到一楼 但他们没想到一楼的大门被反锁 警察扒了半天也没有打开 但这却让三人都感觉到了莫名其妙 如果他们现在的位置是在一楼 下面为什么还有这么多楼层 而这里又不是重启 无奈之下 三人只能继续往下走 不过很快他们就发现了不对劲 这里的楼梯好像无穷无尽 不管是向上还是向下 一眼望去根本看不到镜头 然而更诡异的是 酒楼上面不知道什么时候变成了一楼 警察还以为是两兄弟在捣滚 但哥哥也是一头的误事 他只好让两人站在原地不要动 他要亲自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于是警察从酒楼一直往下跑 但每层的消防门都被锁死了 任凭他如何大喊也没有人回忆 随后他一直往下终于跑到了一楼 但这里的情况依旧不容乐观 不过警察很快就傻眼了 他竟然在这里又看见了两兄弟 现在眼前发生的一切 让几人都感觉到了一阵毛骨悚 于是警察又开始往上走 可等他再次回到酒楼的时候 又在这里看见了两兄弟 警察这时终于明白出了什么问题 为了验证自己心中的猜想 警察拿出一串钥匙扔到楼下 没过几秒钟 那串钥匙又从上面掉了下来 看来这里就是一个无限循环的楼梯 但警察还是不愿意相信这个事实 他认为是两兄弟给他下药产生了换局 但弟弟说他们三个人都被困在这 肯定是刚才的爆炸导致了这一切 跑在一楼的缓台上有自动售货机 他们暂时不用担心食物和水源的问题 现在三个人都被困在了这里 他们只能化敌为影 直到找出离开这里的办法 但第二天 哥哥就因为中枪失血过多次 听见弟弟的哭喊声 警察却没有丝毫的愧疚 因为他突然发现 昨天被他们吃光的食物 竟然又全部出现在了自动售货机里 此时警察还不知道 因为哥哥卡洛斯的死亡 三人表面上的和平已经被彻底打破 趁着警察发狂的时候 弟弟一怒之下 抢过手枪对准了走神的警察 但他非但没有害怕 还露出了一个神秘的笑容 这时画面一转 镜头来到了一条风景秀丽的公路上 小帅一家今天准备开车出去旅游 大胖是他和妹妹的季夫 车子在开到半路上的时候 他们决定在附近的加油站休息 顺便补充一些食物和矿泉水 而他们现在还并不知道 一场没有镜头的无限循环 正等着所有人跌入可怕的深渊